好,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请看到88页这边 我们关于认识完指数图形之后呢 我们会做方程式还有不等式的一个计算 那首先呢介绍所谓的指数方程式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位置数它是会出现在指数的位置 那么这样子要去找出这个x呢 它叫做所谓的指数方程式 所以我们直接看到立题6的第一小题这边 它说求2的3x加一次方会等于8 那我们会发现说这个x它就出现在我们的指数的位置 那像这种问题的话呢我们一般就会去看看说 左边右边两边的底数不一样对不对 我们就要让它的底数变成一样 这样子来做个处理 所以都是2的情况之下 2的3x加1不动 我们把8去写成2的3之方 我们把8去写成2的3之方 那么利用相同底数的时候 指数就对应会相等 这样等号才会成立 那么所以我们的3的x加1就会等于3 那3的x就会等于多少 2 所以本题的x就会等于多少 3分之2 本题的x就会等于3分之2 就可以很简单的利用我们到指数的一个对应相等的关系来做 好那看到第二小题这边 第二小题它的题目就稍微复杂一点 9的x次方减掉两倍的乘上3的x加一次方 再减掉27会等于0 好那像这个地方的话 你同时看到9和3的一个指数的一个底数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提醒同学我们就是尽量把它划为相同的底数 我们就是说要划为相同的底数 划为一个同底数就对了 那当然这时候9可以划成3的底数 3就是3嘛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因为9是写成3的2次方 所以这时候我们9的x次方就可以变成是3的2次方在x次方 换句话说就是3的2x次方 那也就是可以写成3的x在夸号的2次方 好在夸号的2次方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题目就可以变成什么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变成说 如果在假设3的x次方是k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原式呢 做一个改头换面 就变成是说9的x次方是3的x次方在平方 它就变成是k平方 然后呢你这边这里 这个加1的部分当然我们要先放下来 让它变成是3的x 再去乘上多少3的1次方 3的x再乘上3的1次方 让这个3和这个2先乘起来变成是多少 6 那么你单纯的3的x次方就可以写成k 再减掉多少27会等于0 所以当我们的题目 我们利用3的x次方换成k之后 它转换成了一个 k的1元2次的一个方程式 k平方-6k-27等于0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我们国中的 这个十字教程法 kk的情况之下 27变成3乘9 对不对 然后这边要-6 所以叫-9和正3 所以我们就变成是k加3 乘上k-9会等于0 k加3乘上k-9会等于0 那这样当然k就会等于多少 -3 或者是什么 9 好那请注意 我们本身 3的x次方是k 那指数我们强调过 它一定是横正 对不对 它一定是横正 所以这个k-3是正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3就不合 我们的-3就不合 所以我们这时候只有去做什么 我们就只有去做 3的x次方会等于9 那9的话就写成3的2次方 所以第二小题的这个x就会等于2 这个x就会等于2 这样了解了吗 我们接下来请看到 我们的主要练习这边 主要练习这边 我们就接着做 主要练习的问题 第一小题 3的x加1次方会等于81 所以我们去写它的次方的话呢 把81去写成3的4次方 两个9相乘 所以就变成3个4相乘 那所以这时候x加1会等于4 这个x就等于多少 3 所以主要练习的第一小题 蛮简单的 我们大概就直接做 我们就直接做 我们接下来请看到第二小题 所以练习的第二小题这边 它说去解这个4的x次方 减掉2的x次方 再减12等于0 好那这时候其实原则上也是一样 4跟2是两个不同底数 我们当然要通通化为一个 比较小的底数2的x次方 所以这个时候 4的x次方就可以去写成 2的2次方在x次方 换句话说就是2的2x次方 那也就是2的x次方在什么 平方 所以我们利用指数率 夸号另外的指数率 它是把它乘起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做个交换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的原式 因为把2的x次方 换成k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k的平方 减掉 k减掉多少 12等于0 它又回到了我们国中的1元2次方乘式的问题 1元2次方乘式的问题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针对它去做什么 针对它去做一个 十字交成法的因式分解 kk 122乘6 3乘4 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这边是负1 所以我们要负4和正3 所以k加3乘上k减4会等于0 好k就会等于多少 负3或者多少 正4 好还是要我们要回头检查一下 k是2的x次方 它一定什么 横正大于0 对不对 我们的函数图形 它都在一轴上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负3这个答案就是不合 负3这个答案就不合 那我们就只有针对4来做 所以2的x次方会等于4 也就是2的2次方 那本题的x就会等于2 本题x就会等于2 好那当然像这种问题 你当然可以不必像老师这样子 把2的x次方换成k 那么题目变成k平方 减k减12等于0 你当然可以直接 就用2的x去写 也就是说 这边就会得到2的x次方加3 2的x次方减4等于0 那再去做 那只是一般习惯上 我们在做1人2次的方程式的时候呢 我们会希望那个位置数 尽量比较单纯化 不要看起来复杂说 有什么次方有什么的 这样子会比较影响到 我们在做判断 这大概就是老师的小小心得 我们请同学特别注意